欢迎收看全球视频连线 我是盖军 现在我们是在休斯顿美南电视台 现场连线华府 由我台脱约评论员 自身媒体人刘平先生 报道来自华盛顿的新闻 刘先生您好 盖军您好 在华府这两天 大家特别关注的 就是美国新的大法官提名人 在国会里面回答 国会议员轮番的提问 这个程序整个进行了三天 主要的是其中在后面两天 这几天美国的评论 大体上就是说 他是一个非常稳重的人 所谓稳重者也 就是他一询了很多重要的传统 他不借我那些个别议题 来表达他的看法 所以有一个议员 像是民主党方面 当然是希望能够找出他一些语病 后来发现不容易 共和党大体上是比较护航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 在整个的进行过程中间 有个事情非常感人 那就是不管支持他也好 或者是想要让他的提名 并不过关就不太容易 但大体上都是一个非常相互尊重的态度 比方说有一个议员讲 他说这个法官先生 从你这个被提名之后 我就为你和你的家人祷告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了解这个媒体的厉害 或者说是这个议员 他们要搜集各方面的材料 尽可能的要希望能够挖掘出 你什么样的康巴 所以他说你和你的家人 在这段期间就跟在选举的时候 那些候选人一样 一定是饱受这样的折磨 所以我为你们祷告 那么也就是说 我不管支持你或者反对你 我对你的这种权利的尊重 对你和你的家人的这种尊重 在这种寻拿之间的展现无遗 这也许是美国民主 这个非常可爱的地方吧 好 以上是刘平先生 来自华盛顿的新闻报道 也让我们来看一下 本周我们作为关心的一个新闻 就是伦敦国会大厦 22日发生恐怖袭击 至少导致了5人丧生 40多人受伤 事后英国展开调查 初步认为犯案的是一位 52岁的英国公民 我们刘先生 我们暂且把这个本案撇开不说 我个人来看 就是新闻媒体在第一时间的报道 就发现有不少的问题 其中当时我就看到 不少的媒体都报道说 这个事件和一位亚裔行凶作案有关 但后来证明了这是一位英国人 因此我想这种媒体的 这种擅自的这种猜测 也让我想起了这个2007年 在美国维基尼亚 理工大学发生的这个重大枪案 它是美国历史上 当时被称为是死亡人数 最多的校园枪击案 事件我们说 这个事件发生一个小时之后呢 芝加哥太阳报一度就报道 凶手是一位去 持学生签证的中国人 在上海签证等等一系列报道 而且呢 当时呢 大量的这个新闻媒体呢 包括主流媒体呢 如这个Fox News 甚至还有北美最大的一家中文媒体 都错误地报道了 枪手为中国人 实际上这个枪手的凶贤 我们也都知道 是一位韩国的学生 赵承熙 因此我们说呢 尽管呢 在媒体竞争激烈的当前呢 但是呢 这种随意的猜测 我个人认为 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 您如何来看淡 这个媒体报道的这种乱象呢 是的 盖俊 您刚才提到2007年 维吉尼亚理工大学 那个事情确实 当时啊 有这样子的误传 所以呢 我自己啊 当时是在这个连夜 那就开车赶到 维吉尼亚理工大学去采访 但成如您所说的 那是一个错误 而且那个错误啊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传播的很古旺 就我还听说啊 当时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啊 他这个人就守在电话机旁边 这个后来别人打电话 第一线告诉他 这不是中国人 他当然才松了一口气 那怎么知道 他守在电话机旁边呢 说这个电话 一声铃声都没有响 大使就把电话接起来了 就他守在电话机旁边 大家也可以理解 刚才所讲的 这个媒体啊 他这么一报道 很短的时间 这个就传遍了各方 尤其是现在这种 所谓的这个即时新闻啊 breeding news啊 那么他这个发挥的 这种效力啊 就仿佛一把刀一样 用的好的是切菜的 用的不好的就很伤人了 那么就拿这一次啊 这个英国国会这个事情 也是如此 开始的时候 认为是亚裔 认为这个 然后呢 后来发现不是 可是呢 在这个找到正式 正确的凶贤之间呢 还犯过一个错误 就报道说是某某人 然后呢 好多媒体啊都报道了 连维基百科都根据这个媒体报道 把它更改了 你就打那个人的名字 在他的项目下面 又增加了一个罪名 后来呢 证实是错的 为什么知道他是错的呢 这个人根本在牢里面 他因为别的案子 所以在牢里面 也就是说 这个媒体在这个 为了求快 所以就疏忽了这种正确 其实呢 这个正确应该是 比迅速更来的重要 你给别人一个错误的讯息 造成的影响 这个就好像这个川普总统 现在他很快的 就把这些媒体的错误讯息 摆到他的推特上了 川普常常讲 假新闻吧 你看就证明他是对的 是的 所以说媒体在报道的时候 要胜而代之 另外呢 我们再回到 本周的这个 伦敦国会大厦的 这种恐怖袭击事件 这次事件呢 也让我们看到了 这样一个特点 恐怖分子呢 未必是集体式的 一个攻击行为 他们常常是一个人 在独立作案 包括这次作案的 52岁的英国公民 另外呢 还让我们想起 那个去年的 佛州奥兰多市 同性恋夜店 这个大开杀季的美国公民 另外还有一个 其实在法国 尼斯发生的 这个闯入开车 闯入这个 闯入人群 酿成血案 如今呢 这种单人的 孤狼式的恐怖袭击呢 接连上演 其背后呢 他们都有一个 相同的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 他们的支持者 都是以 有这个 伊斯兰等激进组织的 网络社交媒体的支持和洗脑 因此呢 您如何来看待 目前的这种 孤狼不孤的现象 是的 您这个字眼呢 孤狼不孤啊 确实是现在反恐的 所面临的一个新的情况 您讲的那个 奥兰多 50多个人死亡 法国那一次呢 80多个人死亡 而且400多个人受伤 激起这个 痛心的一点 激起攻击事件 那么 然后你看 其实这一次的 英国的这个 恐启事件之后 这个伊斯兰国 也是发表声明 就是说这些人 也是这个伊斯兰国的战士 陈吴宁所说的 他没有去过伊斯兰国 他也没有接受过 这个伊斯兰国的 正式训练 但是呢 他是接受 伊斯兰国的熏陶 或者说是在网络上 透过这些网络 各样的这个 社交媒体 在熏陶他 那么这件事情呢 或者是连续的 这几起事件 其实已经受到 各国普遍的关注 所以呢 英国首相 这个梅艺女士 今天讲的 他说 他觉得这些社交媒体 应该要负起 更重的责任 就是你怎么样来 有效地节制 这种这个 恐怖讯息传播 所谓恐怖 就是教导人家 这个恐怖 这些讯息 因为呢 这个他不要到 那个地方去受讯 那么他就在网络上 就受到他的感染 然后就受到他的这种 这个等于是指挥了 事实上呢 你如果去这个细查 伊斯兰国 他的这种形势风格 他的这种 和号召也是 他本来呢 他有一段时间 是希望大家 到伊斯兰国 去收讯 可是他们现在 已经告诉大家 就是留在你本国 从事与这种恐怖袭击 那他的这个 对于伊斯兰国来讲 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 没有线索可循 因为你去过伊斯兰国 去过伊拉克 尼斯兰的边界 你的国家可能就来这个关注你 你可能就成为一个被监控的名单 但你别没有到过那个地方 只是自己留在你的本国 你根本就没有轨迹可循 这样子就成为一个 不但是孤狼 而且是没有这个讯息 没有踪迹可循的孤狼 这个在于这个反恐工作的时候 就是和外困难的了 是 我们说呢 这个防恐呢 目前的难度是越来越大 而且呢 已经一改过去 面对面的这种防恐的这种方式 比方说在这个机场呢 加强安检呢 或者说是在这个入境的时候呢 加强这个 对所有的文件的这种审查 到目前来看呢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啊 现在的这种防恐呢 已经进入了一种 虚拟的虚幻式的 一些这个恐怖机构呢 恐怖组织呢 它可以通过远程的 甚至是一种虚拟的 一种模式的一个技术 来控制这些恐怖人员 恐怖袭击 进行恐怖袭击 来复制一些恐怖袭击 甚至是 所以说呢 我们说呢 今后的防恐将会是成为 一种网络的防恐 您如何认为这种说法 好的 我给我们朋友啊 提供一个数字 就这个推特现在的用户 全世界超过三亿人 这个推特在从2015年到2016年呢 从2015年的8月到2016年的12月 这差不多是这个一年半的时间里啊 他们停止了60多万个用户的 这个使用的权限 应该就讲得更白一点 就是关闭了60几万户的用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用户啊 他们在传播 他们在散布 在鼓动这些鼓动的讯息 那么所以呢 推特把它们关掉了 然后再一个数字呢 就是从去年的这个六七月到去年12月 这个又关掉了30几万户 为什么讲这两个数字给大家 因为你看一下 前面一年半关60几万 也就是什么 一个月差不多关4万 然后呢 你看这个去年这个半年的时间里面 关了30几万 就一个月差不多是6万 也就是说借助于这种这个电邮啊 然后来传播恐怖的这些 不管这个教材啊 或什么样的这个补助益啊 这都是有增无减啊 所以这个盖军刚才讲 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确实如此 所以呢 现在这个推特 还有这个Google 他们也面临的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大企业 像是这个AT&T啊 还有Johnson的Johnson 他们呢就是不愿意 在你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做广告 为什么呢 除非你答应 我的这个广告 不可以跟很多的这些这个 从播这个这个散播这些 恐怖的这些东西 必须有所区隔 你现在是播完了那个 这些恐怖分子 他们在那边鼓动的一些东西 然后接下来就播我的广告 这个对我的商品形象伤害太大 所以他们也拒绝 所以呢 你可以体会到 现在呢就是 就是各方面都有这样的共识 政府这样的呼吁 然后社交媒体的主管人 他们现在也有这样的体会 那么相信这个事情啊 逐渐地会建立起一些 比较有效的规范 是就像您刚才所说的 我们看到了伊斯兰国呢 他们也利用这个推特来寻迷 潜在的这种支持者 进行恐怖组织 这个前所未有的招募与煽动计划 因此呢毫不夸张地说 这个一些社交媒体 已经成为他们的 这个恐怖的一个工具和手段 被利用的一个手段 因此说另外呢 我们在这个机场 最近在最近看得到的 除了这个美国收紧 这个签证的政策之外呢 还对一些国家的特定人员 进入美国 需要申报社交媒体信息 这些做法是否都是受到 当今网络反恐的影响呢 好的 这个确实是现在 美国如您所说的 现在就是这个国外的签证 除了38国家之外 其他呢都要填这些 非常繁复的表格 这里边呢就包括 你有没有去过这些 伊拉克 叙利亚这些边境 然后呢就是 然后要你列出 你这个社区媒体 你有没有使用这个 使用那个 就是希望了解 你有没有可能 根据这些这个讯息 然后会这个曝光 你曾经这个 跟他们有些什么样的来往 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是自己啊 在当时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 要格外的小心 但是呢确实这个事情呢 它不但是要防外边的人进来 有没有这样 还有自己国内的人呢 有没有来使用 这些这个社交媒体的网络 这个以色列现在的教育部长 他以前还担任过 好几个其他的部长 这个人呢他这两天 也讲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以色列自己的反恐经验 确实结罪崩溢 他说以色列很早就体会到 这个社群媒体的这个 或者说他的这个 了不起也好 或者说他的可怕也好 就是他可以传播的讯息 可能是正的 可能是负的 所以这些国家 他们自己内部啊 恐怕也就多一些的管制 这当然是一个 很不容易拿捏的事情 就好像警察 要不要盘查一个人啊 警察是有没有犯罪之余 或者说这个将来对于你这个社群网络的使用的情况的了解 会不会变成一种思想审查 这当然也会有些争议 不过很显然的 现在在这种反恐的期待之下 对于这种国家社会安全的要求之下 有些事情恐怕政府也必须要采取比较积极的作为了 好 毋庸会员 社交媒体是一个双刃剑 主要是看落到谁的手中来做什么用途 就像美国人常说的 枪不杀人是人杀人 毫无疑问 社交媒体的泛滥也给防恐安全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那就要看是否到高一尺磨高一丈了 好 再次感谢刘平先生的来自华盛顿的新闻报道和时事评点 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